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威和李贤一到底属于什么组织他不清楚 但从支威的语气来看 李贤一或许是对方组织里很有身份的人 在黑风一维稳的时间里 跟着李贤一学见到底会不会出事 吕树不清楚 所以他才想要再看看局势 相比国家机器而言 他和吕小鱼的这个家实在是太脆弱了一点 现在还经不起什么大风大浪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莽撞 葬送了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再等等吧 反正是李贤一主动找他的 又不是他上杆子去学 如果真的没有问题 他是会学的 因为他和吕小鱼的修行都没有老师 摸着石头过河毕竟是辛苦的 既然旁边住着一位可能是大佬的人物 自己也没有必要错过呀 早上出门去卖臭豆腐的时候 吕小鱼眼巴巴地送吕树出门 我早点回来啊 早点回来干什么呀 当然是带他去看电影了 吕树忽然感觉神清气爽 修行有了质变 物质生活也在慢慢变好 这一切都在变好 而且家里有人等着自己回家 生活像是一缕光明照进来了一般 光线像是滤镜之下的阳光 丝丝缕缕缕缕点点 五光十字 他扛着箱子出门的时候 李贤一依旧在隔壁的小院子里练剑 不知道怎么的 今天吕树再去看李贤一的剑 就有了新的感触 李贤一手里的剑普普通通 可每一次划过的轨迹 都仿佛能够吸住行人的目光 吕树忽然察觉到 这空气里的灵气 仿佛在跟随他的剑间游荡一般 慢慢地一剑走过 宛如空气也被切割分裂开来 仅仅一剑就把吕树给看得心里痒痒的 从这一点细节就可以看出 李贤一一定不是普通人 恐怕在觉醒者里也属于上游的那种吧 基金会在介绍等级的时候就说了 在灵气复苏之前 就有修行方式与修行者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其实只是大家不知道 以前有大能存在 但不代表它真的不存在 丑李贤一这架势 说是刚刚觉醒 那就有点扯犊子了 肯定是以前就在修行啊 可吕树再心痒痒也得克制住 与其赌上自己和吕小鱼的未来 去学个不知道门路的剑法 还不如先踏踏实实 提升自己的实力再说 吕树觉得现阶段而言 自己这尸狗小剑 哪怕只能出一剑 童子自己这样的选手 也是轻轻松松 要知道 他现在的力量系也达到了一级 身体素质提升 防御值也是直线上升 就这样 也觉得自己是扛不住那一剑的 在这个世界上 高于一级的肯定有 但肯定不多 级别这玩意儿 就像是金字塔一样 越往上的就越少 现在一级都还没见到几个呢 第一级能有多少啊 总不至于都让自己碰见了吧 吕树跟李贤一打了个招呼 就继续往前走了 生怕自己一动心就答应下来 李贤一在这等了半天 结果他还没想好 怎么开口劝吕树呢 吕树都已经走远了 来自李贤一的负面情绪值 加五十六 吕树乐呵了 这老头怎么回事儿啊 这么想教自己建书 大神走出门来 看着惆怅的李贤一 嘴里有些许笑意 我能看出来他不想学 不知道是害怕跟我们打交道 还是为什么 只为那孩子查了一下 小叔入选道员班了 资质评级 F级 李贤一摇摇头 不可能 我不会看走眼的 怎么会是F级 帝王的那群人 也不过是刚刚开始修行不到一年时间 他们哪知道这其中玄妙 吕树不可能是F级 大神笑道 那你看他是什么等级 李贤一叹息道 最少A级 他身边的小姑娘也是 唉 以前病痛缠身 根本无心其他事情 所以没注意这两个孩子 没想到 身边就是两个A级资质 你 芝威 奇遇 都是我挑选出来的 我有看走眼过吗 大婶注意到李贤一的用词 最少A级 那就是说 还有可能更高 A级 这在基金会里也不多了呀 大婶疑惑 可是他以前 身体那么虚弱 李贤一摇摇头 我的病是怎么来的 灵气复苏了 一切都不一样了 大婶恍然 李贤一的病是怎么来的 在灵气枯竭的年代 李贤一的剑夺天地造化 没斩出一剑 便耗费自己一丝的精气神 却没有灵力补充元气 他们这批人 硬是在灵气枯竭的环境里 另辟蹊径 但也是有代价的 所以灵气复苏以前 他的元气大伤 哪怕现在灵气复苏了 也没法弥补 因为已经坏了根基了 李贤一的话 让大婶想到了一种可能 也就是说 很可能 屡数资质奇高 所以在没有灵气滋润的情况下 导致他身体虚弱 原来 李贤一真正看重的是这一点 万中无一的 那个可能性 即便这点假想是错误的 那也有A级资质打底 稳赚不赔的呀 其实不管是李贤一还是大婶 哪能想到 屡数的虚 那他妈是真的虚啊 现在资质提高了 那是因为有幺蛾子系统啊 等到屡数卖完臭豆腐 满载而归回来的时候 李贤一和大婶 已经不在院子里了 吕叔也没想那么多 更不知道自己的资质被人讨论着 只知道今天卖臭豆腐 收获负面情绪值 又是一波八千多 而且四十份臭豆腐 卖了两百块钱 有钱在手 那心里是格外踏实啊 今天是不是可以给吕小鱼 买一身新衣服了 上一次买新衣服是什么时候啊 半年前吗 吕小鱼虽然体谅自己 不开口要什么贵重的东西 但自己做哥哥的也得考虑到呀 清晨的雾气已经散去 吕叔把箱子放回屋里 就带着吕小鱼出门了 吕小鱼专门换上了上次买的新衣服 平时都不怎么舍得穿的 出门的时候 吕叔还检查了一下自己研制的大棚 毕竟番茄老是长不熟 仇人不仇人啊 轻轻关上篱笆木栅烂小门 吕叔在前面走着 吕小鱼在后面一蹦一跳地跟着 开心得不得了 吕小鱼沉思了片刻 默默地把小手塞进了吕叔的手里 吕叔低头看了一眼吕小鱼 小姑娘低头 默不作声 吕叔笑了笑 手握紧了一些 吕小鱼这才又重新笑了起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禁巨社制作播出的 大王饶命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来到大王饶命 这是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有声的紫禁监制 紫禁巨社制作播出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旁白演播之一 精彩继续 第六十二集 看电影的地方 在洛城一个叫做新都会的商业中心 距离屡数他们家走路 也就是十五分钟的距离 洛城这个地方小 好像去哪里都很近一样 坐着公交车 从城市东边穿越到西边 也不过是五十分钟的车程就能走完了 小城市有小城市的好处 仿佛更有生活气息一样 这个时候李叔已经早早收摊了 可李叔他们还在忙活 估计要到十点钟才会收摊回家的 李叔看到吕小鱼就乐了 小鱼 李叔给你打碗胡辣汤吧 带来张油饼 吕小鱼下意识地说 那得多放点醋和香油 说完才想起来 自己是吃过早饭出来的 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抬起小脑袋看向吕叔 要是平常的话 他就干脆坐下了 一碗三块钱没有牛肉的胡辣汤 吕叔肯定不会拒绝他 但这是李叔的贪位 李叔是不会收他们兄妹俩的钱的 所以他就要看吕叔同不同意 吕叔很穷 但他生来就有点倔强 不觉得自己穷 就应该接受别人的施舍 也不会觉得占别人便宜很光荣 李叔请他们喝胡辣汤 绝对没有施舍的意思 这属于后者的情况 以前吕叔会偶尔喝一碗 可李叔不收钱以后 他就不喝了 情意都是互相的 人家对你好 但你不能把人家的好 当成理所当然 哪怕再穷 吕叔也是这样倔强地活着 绝不苟且 所以他面对刘李的时候 才会说自己很快乐 虽然说话的方式有点 吕叔笑了笑 喝不喝吧 有饼就别吃了 中午还要在那边吃饭呢 他转头为李叔笑道 李叔 明天送你一份臭豆腐 您可别拒绝 您又是拒绝了 以后您这胡辣汤 我们是真不能喝了 李叔乐了 就你小子见外 行 明然就再尝尝你的臭豆腐 其实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 吕叔这孩子呢 不就是因为 他活得有尊严吗 像那种身体健全 却还乞讨的人 过来要半块油饼 李叔都是从来不给的 嫌弃他们 李叔看着呼噜噜 喝着胡辣汤的吕小鱼 疑惑了一下 哎 我咋感觉小鱼又漂亮了点呢 你可得看好了 不然人贩子肯定打他主意 你不知道我们那个村里 就有好几个被拐卖过去 给人当老婆的姑娘 哎 一个村的又不好说什么 要是以前 吕叔会担心 但是现在 已经彻底不担心了 就在昨天晚上 自己点亮第一层星云的时候 吕小鱼一觉醒来 都按掉第四颗星辰了 也就是说 现在人贩子 想要绑走吕小鱼 那他妈得七八个成年人 一起上才是他的对手 不然一拳一个 全得垂出屎来 可这还只是一方面好吧 吕小鱼要想跑 恐怕人贩子把肾给跑坏了 都追不上他的 也许万一人贩子里出现一个觉醒者 呵呵 你觉醒了还当什么人贩子呀 真他妈尿性 到了新都会商业中心 吕叔看开场时间还有五十分钟 就带着吕小鱼先去逛品牌店 左挑右挑 终于又给吕小鱼买了一身新衣服 吕小鱼想包起来以后穿 吕叔笑道 唉 就这么穿着吧 咱们虽然还不是特别有钱 但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吕小鱼沉默了两秒 点点头 跟着吕叔去电影院了 影厅里面人并不是很多 毕竟是上午场 整个影厅都飘荡着爆米花的甜蜜味道 吕小鱼眼巴巴地看着卖爆米花的柜台 却抿着嘴不说话 柜台上写着 小份15元 大份28元 他觉得有点贵 吕叔看到之后 静止拉着他的小手 去柜台上买了一个小份 塞到吕小鱼的怀里 吃吧 吕小鱼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到时间了 刚刚领了三弟眼睛入场 吕小鱼拉着吕叔 就往影厅的后排走 吕叔走了几步 就觉得不对劲 你买的几排几座啊 怎么这么靠后 按道理 不应该买不到好位置的票啊 阿凡达1月4号上映 这都快三月份了 看的人已经不是特别多了 而且又是上午场 又是提前买的票 票应该是很好买的 他拿着手机一看 当场整个人都不好了 在全场空了一半的情况下 吕小鱼竟然买的最后一排角落 整个角落这边 也就卖出去了四张票 吕小鱼回头说 哦 我买票的时候 看到全场都空着 却有人买了角落里的票 我就想看看 他们两个想干啥 吕叔买脸的问号啊 人家情侣专门买了角落的票 你还要凑过去 吕叔一抬头 正好看到后排角落 正坐着一对情侣 吕叔和吕小鱼 坐在他们的旁边 吕叔余光里 看到那男孩 一脸吃了屎的表情 全场空荡荡的 角落里四个人的气氛 要多尴尬有多尴尬 白字刘飞的负面情绪值 加201 白字李龙飞的负面情绪值 加381 呵呵 兄弟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真没打算赚你的负面情绪值 但吕叔一个大人 带着吕小鱼这么个孩子 人家理所当然就觉得 票是吕叔买的 吕小鱼就静静地坐在旁边 捏起一颗爆米花塞进嘴里 这是他从来都没吃过的东西 哪怕别人再觉得 稀松平常的一份爆米花 他也没有吃过 吕小鱼抽了抽鼻子 他知道吕叔赚钱不容易 但吕叔对他是真好 他知道吕叔上一次买衣服 还是一年前在夜市地摊上 20块钱买的两件宽大T恤 吃着甜甜的爆米花 坐在空荡吹着暖气的影厅里 他忽然抬起头 眼睛红红的湿湿的 问道 吕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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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日子是不是真的要好起来了 吕叔心里一酸 把手放在吕小鱼的小脑袋上 是啊是啊 放心吧 已经好起来了 以后会更好的 吕小鱼挖的一下就哭了 以往他都不敢说什么 吕叔已经够累了 他怕吕叔因为他的存在 反而需要去赚更多的钱 会更累 现在好像终于可以释放一下了 旁边的那对情侣 当场就差点尿了 你们选这个位置 我们就不说什么了 可是你们怎么哭上了呀 还能不能看电影了呀 来自刘飞的负面情绪值 加311 来自李龙飞的负面情绪值 加423 欢迎来到大王饶命 这是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有声的紫金监制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旁白演播之一 精彩继续 第六十三集 吕小驴把手塞进吕树的大手里 两人一边走出饮厅 吕小驴一边问道 吕树 咱们什么时候再来看电影呀 吕树想了想 只要你好好自习刻板 就经常带你来 好的 吕小驴开心了 只要是吕树答应的 他都会做到 中午没有再吃鸭血粉丝汤 吕小驴表示自己吃爆米花已经吃饱了 回到家里 便是按部就班的修行 八千九百负面情绪值 其中四千九百用来抽臭豆腐 四千用来兑换星辰果实 吕树赫然发现 第二层第一颗星辰 点亮所需的星辰之力 应该是十颗星辰果实的样子 这样他也算是松了口气 在第一层最后一颗点亮的时候 已经是耗费十六颗星辰果实了 如果第二层第一颗就需要三十二颗星辰果实 那四十九颗星辰所需的星辰果实 就太可怕了一些 但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的 也是啊 第二层第一颗星辰 看起来就比第一层最后一颗要小一些 如果不用星辰果实的话 吕树和吕小鱼的修行速度 其实是一样的 但有了星辰果实这样的存在 就有许多差距了 就拿现在来看 吕小鱼依旧是一天修行出两颗星辰果实的量 而吕树每天吃下去的星辰果实 都不止这么多了 而且到了夜晚降临 吕树刻然发现 当修行进入第二层星云之后 他每天修行的量竟然从两颗星辰果实提升到了四颗 这与他的猜想是一样的 修行功法在晋级之后也会导致修行速度增加 恐怕吕小鱼以后也是这样的吧 就在当天晚上 吕树只剩下两颗星辰果实 就能点亮第二层星云的第一颗星辰 他盯着国产神级里的三个群 一直想找机会再捞一笔 一举突破第一颗 看看有什么效果 结果同学们都是相当的沉默 也没给他什么机会 刷了一会儿漂流瓶 就连荷尔蒙旺盛的寂寞少男少女们都不见了 人生真是寂寞如大雪崩啊 现在他手里就三个群 高二三班普通学生群 李奇剑的洛城外国语学校觉醒者后备一群 还有西费剑的道元F9班级群 吕树想了想 给西费扒了一个好友申请 结果好友申请 直接石沉大海了 这么不友好吗 好友都不加的呀 吕树发消息给江淑一 问江淑一加了西费没有 江淑一表示加了 但是没通过 这还差不多 原来是所有人都没通过的呀 不急 每逢大事有静气 吕树觉得修行这种事情是急不来的 以后日子还长 也就在当天晚上 所有人发现 基金会网站开通了论坛功能 在以往 大家想要聊觉醒者的事情 就是分散在各大论坛上随便的聊 想到啥发啥 所以信息很不集中 就像吕树这种散户 必须一个个论坛去看 说不定才能看到一点有用的信息 这个时候 大家也不知道该去哪里聊 也不知道聊什么才不会出问题 反正就是瞎聊呗 这种信息就看得很累了 耗费旅数不少时间呢 现在好了 基金会论坛功能开放 还不到两个小时 论坛里就一口气出现了几万个帖子 相当的可怕 就好像是所有的舆论 全都汇聚到了这里一样 仿佛是基金会 在刻意给所有人一个统一的交流平台 想要发消息就要注册账号 不过账号没有什么特殊的 就是手机验证码注册一下就可以了 吕树想了半天也没注册 他打算明天去买一个新卡再说 就去小店买那种 已经注册过身份信息的 不得不说 吕树算是相当谨慎了 但他觉得小心无大错 基金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就在媒体全部晋升的当下 他都能开放针对觉醒者的论坛板块了 以后会不会出现 只许觉醒者进入的板块 会不会出现交易平台之类的东西呢 现在论坛里就有人喊着要卖东西了 这种信息还真的不少 捡到会发光的石头一块 放在窗台上 旁边花盆里的花 一夜间就开了 二百万 不能再低了 家里兔子眼睛忽然绿了 不吃不喝活了二十多天 二十万 我家自己种的韭菜忽然特别好吃 吃完之后感觉身子暖暖的 男人吃了女人受不了 女人吃了男人受不了 男女都吃床受不了 红城当面交易四万一斤 一个个都在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 只因为大家也都不知道 这些东西到底值多少钱 买家卖家都不知道 也没人真心想买 帖子下面全在歪楼 给楼主都快气傻了 吕树也想跟在后面 蹭一波负面情绪直来着 但他现在还没注册账号呢 这个时候 越是身上没有秘密的人 反倒越坦荡 知道真相越少的人就越天真 他们敢这么卖韭菜 吕树可不敢这么卖洗髓果实啊 也不愿老老实实的去实名注册 这么多年的孤儿人生 不仅造就了他耶人的天赋本领 坚韧的意志 还锻炼出贼精又谨慎的行事作风 吕树琢磨着 这韭菜的事情看样子是真的 难道这货种韭菜的地方 灵气比较充足 导致韭菜一变了 就是这广告语也太牛逼了点吧 吕树差点就信了 他忽然在想 自己这臭豆腐 要是也有特殊功效该多好啊 不对 那真要有什么特殊功效 他哪还能好好地继续上课呀 怕是要被茶水表了吧 可以再观望观望 越是了解这个世界 吕树就越发觉得 洗髓果实这种东西 是不能让别人看到的 别说卖了 拿出来都危险 自己绝对不能目光短浅地杀鸡取卵 此时此刻 吕树已经彻底放弃了 卖洗髓果实的打算 还是老老实实卖臭豆腐吧 说不定什么时候 臭豆腐也抽到上线了 自己还能抽点 其他能卖的东西呢 到那时候再说也不迟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卖韭菜的楼主 忽然回复了帖子 韭菜已卖 大家不用起哄了 黎叔愣住了 这韭菜的功效就这么够人吗 这么不正经的卖东西地方 都能卖出去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大王饶命 好听 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来到大王饶命 这是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有声的紫金监制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旁白演播之一 精彩 继续 第六十四集 如果说 吕树把运动品牌找觉醒者拍摄广告 当作觉醒者走入生活视野的标志的话 那么奇异物品的交易开端 也许就是这个未来世界拉开帷幕的真正号角 这个号角声音传播至世界各个角落 震聋发聩 今天早上卖臭豆腐收获的负面情绪值开始锐减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能是因为这系统出品的臭豆腐确实好吃 所以回头课有点多了 刚出摊十分钟就全部卖完 到卖完的时候 也不过才收获了四千负面情绪值而已 刚好够明天的臭豆腐分量 吕树这就有点牙疼了 别人都是盼着卖得快一点多一点 他倒是希望卖得慢一点 毕竟他的目标是负面情绪值啊 不行 得想办法 现在卖臭豆腐就是他最大最稳定的负面情绪值 这玩意儿可不能出问题 他也没忘记给李叔一份 还了昨天胡辣汤的人情 李叔也没客气 招呼旁边好几个老板一人一块给吃了 都说好吃 白天上课的时候 李叔就在苦心思考 该如何解决自己臭豆腐卖得太快的问题 一直也没想出个好办法来 到了晚上 道员班上课 李叔感觉西飞今天走进教室的样子格外的严肃 笑容也没有了 西飞在讲台上平静地说 可能你们也都清楚了 被劝退的同学是很难回到道员班里来的 起码你们是做不到的 今天的课至关重要 通俗点说就是正灵形 西飞把三枚石头放到一边之后 对琉璃说道 思维放空 不要有任何抵抗 说吧 直接以手掌摊开手心向下的方式 盖于琉璃的头顶 李叔骤然间感受到了一阵轻微的灵力波动 然后便看到 琉璃一脸难以置信地睁开了眼睛 啊 功法 金生 自己下去体会 西飞训斥完琉璃之后 转头对台下的学生说 按照座序 一个个上来 其他人不得有任何喧哗 这是传说中的灌顶吗 灌顶 范文为阿皮赛嘎 有驱散及注入的含义 也可以翻译为授权 在修行秘法时 首先要有一位具足实证资格的上师 设立本尊坛成 一是密法的修行者能够了解此种本尊的实修方法 这应该不是灌顶吧 也太简陋了点 与其说是佛家的灌顶 不如说是传宫 好像更加合适一些 李叔观察着 西飞每如此往复进行二十个学生的时候 就需要手握一枚发光石头 眼瞅着西飞脸色重新红润 而石头却失去了光泽 这不会就是灵石什么的 用来补充灵力的东西吧 看来西飞完成这个事情的时候 消耗很大 其实吕树以前觉得 西飞身体里的能量波动极为强烈 所以一直以为西飞的能力远远高于自己 但当他突破第一层星云之后 发现自己和西飞的差距 其实并不算太大了 吕树琢磨着 自己是不是也适当放出一些底牌啊 不然干什么都缩手缩脚的太难受了 那怎么样才最安全呢 想了半天 好像有一条路行得通 他的功法肯定是不能暴露的 那么系统就不用说了 但有一点 他可以冒充力量型觉醒者呀 李奇力量觉醒了毛事都没有 他也可以这样玩啊 反正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连吕树也感知不到李奇身上的能量波动 这不是正适合自己吗 要有人问吕树这是怎么回事 就说考试没考满分 太悲痛 觉醒了 现在觉醒的方式是千奇百怪 自己觉醒一下也没什么毛病啊 还能继续待在道员班里混日子打埋伏神马的 最关键的是 这样一来 他也能够光明正大的使用一些超出常人的能力了 反正黑风衣也不管这些事嘛 何况自己现在跟同学们之间相处的气氛 也稍微有点小瑕疵 嗯 小瑕疵 万一有人恶像胆边生什么的 自己也可以顺理成章的镇压一下呀 左想右想 吕树都觉得这事很靠谱 轮到吕树上去的时候 西飞再叮嘱了一句 放空思维 不要抵抗 吕树估摸着西飞也没有实权的把握 一个人的思维意识是很强大的 真要想排斥一个外来的东西 怕是比较容易 所以即便是传工 也需要大家放空思维 西飞把手掌放在吕树的头顶 下一刻 吕树便感觉到一股微弱的能量 进入了自己的脑海 刹那间 第一星云里的狮狗小剑 骤然由胸腔冲出 做事便要裹挟着身体里的星辰之力 斩向那一缕神石 这还得了啊 吕树下的赶紧用星辰之力 把他拉了回去 就这样 狮狗小剑仍在第一星云里颤抖不已 似是在愤怒 老铁啊 你要真把他给斩了 搞不好咱俩都没好日子过呀 吕树心想 这他们都叫什么事啊 眼瞅着刚才施狗那架势 简直恨不得喊一句 帮我照顾好我七舅老爷 这你妈 怎么还有点自主意识呢 不管怎么说 从始至终 吕树都没有觉得 施狗斩不灭这缕神石 此时的吕树终于获得了道元般的功法 功法名叫两仪参同器 与周易参同器有所不同 没有文字 只有修行的方式 这便是传宫的玄妙之处 西费即便吸纳了三枚散发着微光的零石 此刻脸色也略微有些苍白 他环顾坐下学生 说道 这只是两仪参同器的第一篇 玄体篇 寻常人修出初期的效果 应该需要半个月左右 C级需要一周 B级一天便可完成一个小周天 A级则可在三小时左右 完成一个小周天 虽然各位资质有差别 但还是要记住我说的 修行之路非有大屹立者不可 有人好奇道 第二篇是什么 西费平静道 等你们修成第一篇了再说 吕树恍然 原来这就是道元般的手段 现在只放你第一篇 想要更神奇的第二篇 那就得看表现了 不仅如此 以传工的形式授权修行 还减少了工法外泄的几率 虽然代价比较大 要耗费临时 但这个结果 吕树觉得自己要设身处地的思考的话 完全可以接受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保证不会泄密 可这好像已经是最稳妥的了 这个机构果然形势老辣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禁巨社制作播出的 大王饶命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来到大王饶命 这是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有声的紫禁监制 紫禁巨社制作播出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旁白演播之一 精彩继续 第六十五集 这一缕神石 就是黑风衣他们掌握的一种 简易传功的方式 专门为道员般量身打造 事实上 能够研究出这简易传功方式的人 恐怕也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吧 吕树检索着体内的这个功法 玄体篇 按照西费的说法来讲 就是用来断体的 看来道员般这个功法的第一步和星图很像 都是要先断体 再修行其他的东西 西费在讲台上说 不用在学校里尝试了 回去晚上大家各自修行 以后每天汇报自己的修行进度 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问我 课上还是继续讲道家知识 你们要记得 德与力要匹配 不然在修行意图 你总会遇到困难的 刘里举手问道 西费老师 这个玄体篇能让我们像力量性决心者那样吗 现在刘里的资质等级算是最高的那拨人 在F9班里更是顶尖的 所以心态有些超然 昨天下课的时候就见他缠着西费说要请人家吃饭 结果被西费无情拒绝 刚刚西费说了一下 资质等级在修行上的效果 他一听 竟然差距这么大 别人半个月一个星期才能搞定的事情 他一天就能完成了 牛逼啊 就算上面还有个A级资质的 但全校现在的A级资质 也不过就一个曹清词 而且一天和三个小时的差距 从数字上感觉并不明显 一天和一个月就差别太大了呀 这样的说法让刘里自信满满 西费解释道 两仪参同气肯定是更加全面的功法 在力量方面会有很大的提升 但是面对力量型觉醒者的极限还是有差别的 这话的意思就是 两仪参同气修行出来的觉醒者 未来会比力量型觉醒者更全面 但单从力量方面来讲 是不如人家的 西费平静地说道 当九个小周天便组成一个大周天 到了那时 就算是玄体片修炼到了瓶颈 圆满以后 单从数据上讲 会达到大概一拳九百斤左右的力量 奉劝各位一句 骤然得到了超越凡俗的力量 千万不要得意忘形 吕树想了想 九个小周天就能完成玄体片 也就是说 琉璃九天就能玄体片大圆满 而曹青此则更快 这样看来效率好高啊 九天增加九百斤的力量 现在世界上的灵气 已经充沛到这个地步了吗 诶 吕树忽然意识到有点不对劲 这里西费说的是金 而力量型觉醒者 在F级的极限则是一千二百公斤 一千二百公斤和九百斤 公斤和金 这差距可就不是一点半点了呀 这让吕树松了一口气 然后暗自感慨自己的这个星图 其实还挺给力的呀 竟然在修完第一层星云的第五颗星辰时 就达到了力量型觉醒者的上限 在第六颗的时候 还有额外的断体 提升防御值 这怎么看都比这两仪参同器 要强上一些吧 吕树乐了 西费也不是什么老实人 竟然在文字上做了文章 而且所有人都还没有察觉 其中的玄机 都以为自己修成了以后 跟力量型觉醒者 有一拼之力了 讲道理呀老铁 你是全面发展 人家只觉醒一系的 要是还能在最擅长的方面 被你给打败 那这天道也太没意思了吧 想到这个的时候 吕树直接选择忽略了自己 他就静静地观察周围的同学 有人欢喜有人愁 最开心的当然是刘李了 此时刘李洒然地环顾四周 忽然看到吕树一脸关爱智障的表情 看着自己 原本喜悦的心情戛然而止 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要发生了 来自刘李的负面情绪值 加四十四 吕树当场就无语了 什么跟什么就增加负面情绪值了呀 不用这么客气的 所有学生都怀揣着希望放学了 吕树拥挤在道远班的学生人群中 往学校外面走去 许多人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 不管资质好还是资质差 此时他们都拥有了真正可以超脱繁俗的手段 大家从此也会更加谨慎 两次杀衣紧摆的狠辣手段 让大家意识到 想要继续学习后续的功法 就得管好自己 然后乖乖听话 此时的吕树觉得自己有点格格不入 因为即便得到了功法 他也更加向往的是自由 而不是当下里对方恩威并失的手段 手段终究只是手段 没有一点点人情味在里面 曹操不穿鞋出门 相迎许优 刘备厚着脸皮三顾茅庐 这说到底都是帝王心术罢了 真说起刘备和曹操 其实都是脸厚心黑的代表 也有人觉得 在帝王之下当个蒋干也挺好 他去周瑜那边偷情报 周瑜不杀他 他带了假情报回曹操那边 曹操也不杀他 领着工资也没什么烦心事 多好啊 可吕树觉得这样不好 因为蒋干之所以没死 那是因为别人不想杀 而不是杀不了 要吕树说 他就要当一个谁都杀不了的人物 这才痛快 晚上回到家里 先跟吕小鱼嘀咕了一会儿 吕小鱼开始了边看连续剧边修行的夜生活 而吕树则苦逼回到屋里 打算试试道员般传授的功法 然而就在他刚刚开始修行的一瞬间 灵气随着功法注入身体 却突生一变 原本安宁的灰暗星途忽然亮了起来 狮狗小剑更是发出低吟 而那刚入体的一小股灵气 与道员般的功法 全都被压制得动弹不得 这种感觉宛如君王降临了一半 就好像他的存在便是最耀眼的那颗星辰 只要有他 其余的便不需存在 别搞自己啊 这星途怎么这么厉害啊 有他在 其他修行功法都不能使用的嘛 也太霸道了吧 那自己每天上课汇报 怎么跟西费说呢 不好意思啊 我忘修行了 不好意思啊 功法太菜 不练 这不是扯犊子呢嘛 西费怕是要分分钟开除自己吧 最好的说辞应该是 自己资质太差 所以修行太慢了 虽然有点意外 星途竟如此霸道 但想想 自己有星途 好像确实不需要别的功法 可他要是还想继续在道员般里混日子 那就得想想其他的办法 好在自己是F级资质 别人也不会特别在意 他修行有多慢 这还真是 赶了巧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大王饶命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来到大王饶命 这是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有声的紫金监制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旁白演播之一 精彩继续 第六十六集 原本吕树啊 还有点头疼自己的资质 怎么是个F 现在好了 正好成了自己的保护伞 D级资质的选手 就是西费口中的寻常决心者 半个月能够完成一个小猪天 也就是说 他们四个多月才能完成旋体片的修炼 这就比较像是正常速度了 而B级和A级都属于天才的范畴 B级是天才 而A级则是超级天才 自己到底算是啥资质啊 吕树也有点搞不清楚 他打算过两天再赚点钱 去网上买两小瓶纳甲合金来试试 测试一下他的资质 也测试一下吕小鱼的资质 纳甲合金样本 小小的装在不到一根手指长的瓶子 也不过是149块钱 瓶子里是密封的惰性气体 和一丁点纳甲合金 总体来说 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 原本这些东西不可能这样卖的 结果自从道元般泄密事件以后 大家都知道 纳甲合金可以测试资质 有人打起了这个主意 不少家长都会买一个 想要测试一下孩子的体质 这商家也很聪明 瓶子里的那点纳甲合金 简直少得可怜 几毫克的量 就算普通人血液低上去 也没有什么危险的 觉醒者时代 已经开始有人依靠觉醒者赚钱了 就像是雨滴从云层坠落 然后融入大地 融入原本的平静生活 不得不说 这世界就是天下兮兮 皆为力来 天下攘攘 皆为力往 有钱的地方 就会有人呐 吕树折腾了大半晚上 功法倒是没什么问题 只要运行 就能快速调动天地灵气 进入体内 但毫无例外的 都被星途镇压得 向体外逃窜 第二天早上 吕树的臭豆腐 五分钟就卖完了 从头到尾 他也只收获了 一千多的负面情绪值而已 这他妈的就很尴尬了呀 早上刚刚扛着箱子 到那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等着了 说实话 吕树是不喜欢吃臭豆腐的 所以没什么感觉 但好像系统出品的臭豆腐 格外受那些臭豆腐爱好者的欢迎 国内就有一种奇怪的现象 有些店铺开业的时候 会请一些托去门口排队 搞得好像特别好吃一样 结果其他人一看 卧槽 都排上队了 那肯定好吃啊 于是就跟风排队 现在吕树面临的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有人等着 然后就有更多的人等着 吕树望着空空如也的箱子 钱倒是赚得快了 可负面情绪值可怎么办呀 不行 必须想办法 在想到办法以前 也只能先拜托可爱的同学们 今天收摊的格外早一些 早上到教室的时候 正看到一堆人围着一群 不知道在干嘛 热热闹闹的 吕树现在看到人多的地方就开心了 赶紧凑过去看看 往一圈人堆里一瞅 赫然是刘李 正在和班里的一个大胖子男生 搬手腕 男生之间就爱玩点 搬手腕啊 比比谁能摸到蓝板之类的游戏 以前这位大胖子男生是长盛将军 基本没人能和他拜 结果今天 刘李一脸兴奋地主动要求跟他掰手腕 两人刚喊开始 咚的一声 大胖子就败了 手腕在桌上磕得通红 有人一脸震惊 班长 你这怎么回事 不会是觉醒了吧 力量戏吗 刘李矜持地笑道 不是不是 没有觉醒 不过力量戏也不算什么 他当然不能说 他是因为修行两仪参同戏完成了一个小出天 第一步断体已经成功 所以没有意外地增加了一百斤的力量 平白多出一百斤力量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 说他的体质已经远超常人也不为过了 周围在道员班上课的同学心中有些明了 但大家都不能说出刘李的秘密 因为那也是大家的秘密 保密条令的利剑就在头顶上高悬着 既然西费等人有传功的手段 谁知道有没有抹去功法的手段呀 万一因为泄密事件被劝退 自己的功法还被人家抹掉 那就太难过了 到了这个时候 已经不会有人因为冲动而放弃自己美好的未来 他们都在期待着全体片之后的那些功法 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 事实证明 少年人不是不能保守秘密 就看挨揍挨得狠不狠了 现在高二三班里面 也只有刘李和江树一是B级资质 其他人虽然也已经摸到了修行门槛 但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实质性就是指实际力量的增加 一群人热热闹闹的上去跟刘李摆手腕 不是去找虐 而是从刘李身上感受一下自己的未来 现在刘李所拥有的也是他们以后能够拥有的 刘李在跟大胖子摆手腕的时候赢得算是毫不留情 到现在大胖子还捂着手腕皱着眉头呢 但是面对同样身在道远班的同学就客气了许多 嘴上说着点到为止的话 吕树在一边看着就乐呵 这货真是典型的政客啊 有用的就春风和煦 没用的就扔到一边 事实证明 在这个阶段 刘李获得了额外一百斤力量以后 简直就是碾压同龄人的存在 刘李谦虚地笑着对道远班的同学说道 大家一起努力 总有一天咱们都能拥有这些力量 赢归赢 场面话要说得足 这是胜利者的骄傲呀 此时 刘李忽然看到外围的吕树 嘴角扬起一丝微笑 吕树 咱俩也试试 吕树乐了 好啊 刘李看着吕树的笑容 觉得有点不对劲 但话是自己说出口的 而且他对自己的力量也很自信 没必要反悔 吕树这么一个F级的选手 他还真不信 自己能在掰手腕上面输掉 吕树坐在刘李的对面 把手放了上去 和刘李的手掌紧紧握在了一起 刘李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 自己身为B级资质的少年天才 大家即使不买他招揽的账 也不会说什么难听的话 唯独这个吕树 他已经想好了 等开始之后 就狠狠地给吕树来个下马威 开始 咚的一声 这是手腕与桌子 亲密接触的声音 声音极大 周围所有人都安静了 刘李瞪大了自己的眼睛 简直要开始怀疑人生 来自刘李的负面情绪值 加999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大王饶命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来到大王饶命 这是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有声的紫金监制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旁白演播之一 精彩继续 第六十七集 所有人都以为刘李会赢 大部分人也知道 刘李对吕树非常的不满 至于原因是什么 他们都很清楚 然而就在这一刻 想象中的刘李压倒性的优势 并没有出现 反而就在刹那间 吕树已经将刘李的手腕 狠狠地按到了桌子上 如同刚才刘李毫不留情 打败胖子同学一样 刘李震惊地看向吕树 这个结果是他没办法接受的 为什么自己已经增加一百斤的力量 竟然还赢不了一个体弱多病的吕树 刚才那一瞬间 快到他根本没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感觉到吕树手上的尽力松懈 想要趁机使用自己刚得到的力量压倒吕树 结果胳膊刚抬起来又是咚的一声 来自刘李的负面情绪值加九百九十九 刘李已经懵逼了 结果反倒是吕树眼睛一亮 手劲再松 不过这次刘李已经放弃了 吕树有点失望 赶紧又说 来来来 不好意思啊 我左手劲儿比较大 右手较小 咱们换右手比比 刘李脑袋里懵懵的 把右手放上去 咚 刘李是满脸问号啊 你不是说你右手劲儿小 来自刘李的负面情绪值加九百九十九 吕树还有点意犹未尽 然而刘李已经完全没有鄙视的意思 刘李慢慢地将目光投向吕树 此时他忽然发现 吕树也是一脸震惊地看着自己的手臂 我刚才竟然觉醒了力量戏 差点一口老血就喷出来了 这要是吕小鱼在旁边就知道 吕树这是开始表演了 而对于吕树来说 这或许就是他暴露自己力量系的好时机 又赚负面情绪值 又能展露一些实力 一石二鸟啊 而且这东西也不在保密条例的范畴里 不属于道员般的教授内容 可以随便说 旁边所有人都震惊了 你妈呀 说觉醒就觉醒 你跟我们闹呢吧 你这觉醒也忒容易了点啊 掰个手腕你就觉醒了 吕树握着琉璃的手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你是个好同学 不是跟你掰手腕 我都觉醒不了的 来自刘璃的负面情绪值 加一千 刘璃忽然有种极度蛋疼的感觉 这货 真是跟自己掰手腕才觉醒的 自己是不是手剑呢 是不是剑啊 真是造孽呀 怎么就让这种人觉醒了呢 造孽呀 吕树在这一刻忽然意识到 是不是每个人单次给自己提供负面情绪值的上限 就是一千呢 来自刘璃的负面情绪值 在这一千出现之后 后续还跟着有 加四十 加三十九 加三十六 这样的负面情绪出现 吕树瞬间就觉得 刘璃很可爱了呀 这种同学平时上哪儿找去啊 不仅仅是刘璃 旁边那些 一直心里暗自嘲笑吕树 只有F级资质的同学 全都在贡献负面情绪值 本来早上卖臭豆腐 就没赚到多少负面情绪值 结果全在刘璃身上赚回来了 加上早上的一千多 再加上刘璃和同学们的这些 一上午 就是六千多 说实话 刘璃早上来到学校的时候 脑子里满满的都是优越感 因为现在全校B级资质也才几个 能拥有超脱繁俗力量的人 又能有几个呢 他就是其中之一呀 这种感觉就好像 同学们驾照都没拿到 他就已经可以开着老爹的车 到处跑了一样 人和人比较之后 才能显现出与众不同的价值啊 然而这次 跟吕树掰手腕 就像是当头一棒似的 直接给他锤得响吐 吕树环视着周围的同学 那个 来了来 换手啊 结果所有人 一看眼下这情形 果断丢下一堆负面情绪值 撤退了 不给力啊 吕树叹息地 看着散去的同学们 此时此刻 吕树开始反思 刚才自己哪里表演的有问题 如果换一种方式 会不会赚到更多的负面情绪值 毕竟 反思才能进步啊 要是让可爱的同学们知道 吕树在研究什么 估计要报警了 一时间 吕树成为落成外国语学校 第二个自主觉醒的学生 名声大噪 不过当大家得知 吕树觉醒的是力量戏时 又有点失望 他们想看见的不是力量戏 在基金会公布 觉醒者详情与等级之后 大家已经明白 别管力量戏 觉醒者以后的前景怎么样 起码最初觉醒之后 也只是F级而已 大家在基金会论坛里 讨论了很多 关于觉醒者的话题 最有意思的还是 到底是哪个戏的 觉醒者最厉害 一时半会讨论不出个结果 毕竟到底有什么异能很难说 就连基金会都没公布这些 普通人就更没法总结了 现如今最好区分的 并且已经出现的 也就只有元素系 力量系 动物系 植物系 有人在论坛里说 中国的道元班出现了 那么国外的一些古老传承 恐怕也会出现吧 这谁也不知道 但总归不会超脱出 基金会发布的 ABCDEF等级描述 因为就现在来看 基金会没把握的东西都不说 说出来 基本都是实锤 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觉得 力量系决心者很弱呀 因为基金会专门为力量系分出F级 其他的都是出现便是E级的存在 只有力量系特殊 所以这就搞得大家以为 力量系其实是最弱的 而且有人觉得 修行系的更靠谱一些 毕竟谁都没法一次次的觉醒 最终达到A级 那得觉醒多少次 受刺激多少次啊 可吕树不这么想 修行就容易吗 开玩笑 自己每天辛辛苦苦地 赚取负面情绪值 现在也才刚到达一级好吗 修行之路 未必就比觉醒之路容易啊 如果让别人知道 他是怎么修行的 估计会有人脑子里 出现改变他这个想法的冲动 刘里见的小群里 有人忽然道 班长 你真不该跟他掰手腕啊 来自刘里的负面情绪值 加288 刘里看到这句话 差点又吐血了 他现在对于吕树 到底是不是在掰手腕的时候 觉醒表示深刻怀疑 可是 李奇也说过 力量系觉醒的时候 没有什么特殊征兆 就是力量忽然增加了 而且按照刘里的想法来看 吕树如果早就觉醒了 没道理一直隐瞒啊 让大家刮目相看不好吗 刘里的想法 也终归只是他自己的 吕树 与他经历的人生并不相同 刘里憋了半天 回消息道 没关系 不过是个力量系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禁巨社制作播出的 大王饶命 好听 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来到大王饶命 这是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有声的紫禁监制 紫禁巨社制作播出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旁白演播之一 精彩继续 刘里的意思很简单 一个力量型的觉醒者 不过是F级而已 他只要九天 就能完成一个大周天的修行 等他晋升到了一级 掌握了超凡脱俗的能力 一个力量系的吕树算什么呀 西飞说过 D级的资质修行功法 需要半个月 后面EF两级需要多久都没说 那是给大家留的面子 不想打击这些同学的积极性 但是大家其实很清楚 F与B之间的资质 是天差地别的 现在他们确实拿吕树没办法 可以后呢 也许很快 刘里就能全面超越吕树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吕树的资质是F级 恐怕以后修行的级别 也就停留在F级了 想到这里 刘里自己也松了口气 实在是刚刚进级 锐气就被错掉的打击 太大了一点 其他人一个个都在班里 跟普通同学装逼呢 就他们自己装到地上去了 江树一来班里以后 好奇问道 你觉醒力量系了 嗯 吕树点点头 说假话半真半假 才能唬住人啊 把力量系觉醒的事情放出来 现阶段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 看看李奇就知道了 不得不说 吕树确实比较谨慎 他现在必须要看到别人没事 他才愿意去做 不然那就是免谈 即便他知道 隔壁的李贤一 可能就是玩剑的行家 即便他知道 李贤一这么多年都没事 自己未必会出事 可他就担心有个万一啊 万一出事了 吕小鱼怎么办 修行功法倒是解决了 没人能欺负他 可他那么能吃 怎么养活自己啊 江树一好奇道 力量系觉醒 是个什么感觉 那你现在就是F级了吗 一拳能打多少剑 吕树当然没法实话实说 关于觉醒方面的感觉 就按照李奇说的重复一遍 至于能打多少金 就说不知道 他也有好奇的地方 要问江树一 你修行两仪参通器的时候 什么感觉 修成第一个小周天了吗 这其实也是为了晚上做准备 毕竟跟西飞那边 是要汇报进度的 他起码得知道 修行是个什么鸟样子吧 别人都是正正常常的修行 结果他倒好 灵气刚入体 就被星途镇压了 江树一想了想说道 大概花了两个小时 才能找到气感 灵气入体以后 就稍微快一些 灵气形成的暖流 在身体里循环一周 走的是海底轮的路线 吕树愣了一下 啊 这么阳气 你等我摆度一下 海底轮到底是个啥 稍等 江树一哭笑不得 海底轮是七轮中 最下方的轮脉 同时也是最基础的轮脉 它是人体整个能量系统的根 所有的能量 都经由海底轮出发 啊 这么门清 吕树诧异地打亮了江树一一眼 她之前看到家的著作 其实也不多 所以没看到这种词汇 她忽然发现 自己这位同桌 好像有点意思啊 是这段时间的研究成果 还是以前就知道 吕树觉得 非常有可能是后者 因为江树一在跟她说的时候 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没有一丝的不确定 而且 第一天接触修行的人 怎么会知道 海底轮的经脉路数 不得了 不得了 吕树觉得 她得防备着点 这世上 别是真有什么 隐世的家族吧 不过看样子 不像特别牛逼的那种 不然李贤一 都在灵气枯竭的环境里 修成了 江树一怎么没修成呢 话说由家族 吕树想到一个问题 这世上 隐世不隐世什么的 她不清楚 可在社会红尘中 活得滋滋润润的 大家族可真的不少 这些人要是打了 觉醒者的主意 不管是招揽 还是给自己子弟提供资源 恐怕要比他们这群 在道员班里混着的 底层学生 要强得多呀 所以 目光还是要放高远一些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又蹦出点妖孽来 等等 李树忽然问道 你两个小时才找到气感 啥意思 江树一诧异地看了 李树一眼 一开始 感受不到灵气啊 你多久感受到的 卧槽 李树这次真是大吃一惊了 江树一可是B级资质 竟然两个小时才找到气感 自己当初是多久啊 自己可是一瞬间便能灵气入体呀 自己这是什么资质啊 黑级吗 李树回答道 我现在都还没找到气感呢 江树一好心安慰 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 有什么不明白的 也可以问我 李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啊 人家江树一同学 这两天好心安慰自己好几次了 结果自己却不能坦言相告 不过真的没办法 不能说就是不能说 他忽然觉得 这少年的性格挺好的 可惜呀 不是个妹子 然而不管怎么样 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情 真的打死都不能说 你一个F级资质的 瞬间找到气感 谁相信呢 没人相信倒是好一点的结果 万一有人信了 拉着你做了个全身检查 外面检查完了以后 里面拆开了检查 那谁受得了啊 你相信别人会替你保密吗 信别人 还不如信自己 十七年的孤儿人生 告诉吕树 其实活得得自私一点 就会活得好一点 生逢这个世界 吕树别无选择 到了晚上 西费果然要求 每个人当着所有人的面 汇报各自的进度 刘里大声汇报 自己已经修完一个小周天 而姜树一则要低调一些 这种情况 简直跟当初正常上学时 公布成绩是一样一样的 那时候 一个月考试一次 现在是一天一次 这是要逼着所有人都上进的 到了吕树 一句还没有找到气感 就略过 其他两个F级跟他一样 瞬间对吕树 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想着下课了 要不要拉个三个人的小群什么的 守望相助一下 此时身为外班的他们 对吕树还一无所知 守望相助什么的 呵呵不存在的 不哭就好 或许他们打听一下就能知道 在高二三班里 吕树俨然开始形成一种 生人物尽的魔王风范 跟实力没什么关系啊 纯粹是靠近了 容易心态爆炸 吕树的前任同桌 叶玲玲 现在就觉得 离开吕树两米开外的距离之后啊 自己的天空都晴朗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禁巨社制作播出的 大王饶命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来到大王饶命 这是由喜马拉雅和 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有声的紫禁监制 紫禁巨社制作播出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旁白演播之一 精彩继续 第六十九集 第一节课英语 第二节课数学 第三节课语文 第四节课是地理 这就是高二三班上午的课程表 上午上课的时候 吕树忽然发现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原本高二三班里 有四个道员班的学生 他 袁林启 李清玉 刘李 结果李清玉被劝退了 新转来的十一个转校生 都是道员班的学生 虽然道员班开课的时候说 文化课随着班级上 还是要参加考试的 结果现在除了他和江树一 其他人上课都是在闭目修行 两仪参同器 跟他的星图是不一样的 白天也能修行 所以这些人白天也在赶进度 根据刘李的亲身测验 西费所说的一天修行 其实是半天 没有算上白天上课的时间 于是就有了赶进度之说 按照刘李的想法 别人毕级都是只完成一个小周天 结果自己一天就完成了两个 岂不是要让西费刮目相看了 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 刘李是体会到了实际的好处 所以食嘴之味 而且他现在心里憋着一股气呢 早上掰手腕被吕树吊起来打了一顿 还是左右双打 所以刘李现在心里只有早点突破大周天 赶紧突破一级的执念 而那些资质低的则是羡慕碧起的那些学生 现在所拥有的力量 自己也想早点拥有同样的实力 吕树这边看着收入记录后面 眼瞅着刘李全程闭眼修炼 自己后台竟然还在一直接受 来自刘李加十加七加八这样的负面情绪值 眼瞅着本来上午才六千多收入 现在都已经刚刚破七千了呀 真是修炼也不忘帮助同学呀 好人 可是你呀这样真的不会走火入魔吗 吕树有点哭笑不得 这一点吕树还真有点钦佩这个研究出这个功法的人 并没有传说中那种必须处于静视修行的需求 只需要引导着林立走完海底轮就好了 简单方便 最后一节是班主任石清延的地理课 石清延进班以后就发现了这个现象 那些入选道员班的学生一个个都闭着眼睛修行 就算班主任进来了也没有注意 石清延忽然想到 还好落成外国语学校高中部上课时 已经没有喊老师好起立这样的传统了 不然这些道员班的学生安安稳稳地坐在那里继续修行 恐怕老师的尊与威严更受损失吧 吕树一直观察着石清延的表情 发现石清延最终没有打算打断道员班学生的修炼 他就已经意识到道员班现在在社会上真的算是地位超然了 他看到论坛上说大学里也开设道员班了 现在有些不太自爱的女孩 如果知道身边有进入道员班的男生 还会主动投怀送抱 这种女孩是少数的 就跟有些男孩为了赚钱去夜总会当嘎嘎一样 只是以前这种女孩集中在各个有名的航空学校外面 他们觉得航校里面的男生未来都是要当飞行员的 毕业就年薪几十万不是梦 这种逻辑也是没谁了 现在则是把目光放在了道员班的身上 当然这里面不包含EF两个级别的学生 就好像这两个级别的学生不属于道员班一样 吕树作为正常男性 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还挺乐啊 请这些女孩来找我好吗 结果看到后面关于EF级学生的特殊注释 她就呵呵了 社会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歧视啊 我们EF级就不是人吗 吕树忽然有点好奇地问江淑一 你怎么不修行呢 不用敢进度吗 这道员班明显就是要分出一个一二三等人的地方 肯定修行成绩越靠前 以后说不定分配例如武器之类的资源时 就会拿到更多呀 江淑一看了她一眼 凑过来小声说道 虽然现在灵气复苏了 但每一方天地的灵气都是有限的 用过了之后 这块地方的灵气也是需要时间才能恢复的 所以修行之中有才屡法地之说 在什么地方修行也是很重要的 就像你是F级资质 在一个灵气充沛的地方修行 而另一个B级资质在灵气贫瘠的地方修行 说不定啊 最后大家的修行进度都是一样的 吕树想了想 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江淑一说的没毛病啊 虽然现在灵气复苏了 然而一个地方的灵气并不是像空气一样 你用完了就能马上填充进来 反而像是一块奶酪 你吃完这一块就没有了 等到厨师再给你端上来一块 你才能继续吃 所以这个世界上 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地方灵气特别充裕 能够达到其他地方的好几倍 甚至几十倍几百倍 不是没有可能啊 如果大家族把控了这些地方 恐怕哪怕是一个傻子 也能修出点门道来吧 吕树不会天真的认为 这世界上的大家族都对修行不屑一顾 总会有那么几个对修行极为感兴趣的 万一哪天觉醒者成为这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源 恐怕所有大鳄都会疯狂地抢夺一切可利用的资源 就跟现在的经商一样吧 所以资质还真不是决定修行速度的唯一因素 也是啊 这世上哪有什么事情就凭一个因素便全盘否定的 事实上资质差也能修出东西来 自己这同桌懂得还真不少呢 李叔好奇道 这跟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他问的是江树一为什么在课堂上不敢进度修行 江树一凑过来小声道 一个班级里现在就有十二个人在修行 隔壁班每一个班都有这样的学生 每个人都需要灵气 咱们学校又不是什么洞天福地 哪有那么多灵气供这么多人修行啊 哦 吕树明白江树一的意思了 与其和这么多人争夺有限的灵气 还不如省点力气 也是啊 一个学校就有上千号觉醒者在修行 这灵气贫瘠的程度简直令人发指 这才是江树一压根没打算在学校修行的想法 也是西费说 不用在学校里面尝试 回家去修炼的原因之所在 江树一说出这番话 倒是让吕树更加刮目相看 这货别真是有什么家学渊源吧 其他人都还在傻傻修炼 抢夺灵气的时候 他竟然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禁巨社制作播出的大王饶命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来到大王饶命 这是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有声的紫禁监制 紫禁巨社制作播出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旁白演播之一 精彩 继续 眼瞅着现在有些人已经在交友软件上 给自己标上道远班学生标签用来撩妹的当下 也出现了一些骗子 打着自己是道远班学生的名号 出去骗财骗色 现在都不流行假装富二代了 都是假装道远班学生 事实上 道远班学生大部分都是被黑风衣管辖的高中生 这是最大的一部分比例 非常可能和年龄有关系 所以他们大部分人都没有时间干这种事情 而且学生还相对腼腆一点 有漂亮学姐遇到道远班的学弟调戏两句 就能搞得学弟夺路而逃 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是琴场高手的呀 就这样 竟然已经有人开始宣扬道远班学生 修行之后某方面能力更强的论点了 有夜总会发布招聘广告都开始喊话 高薪需求 力量型男性觉醒者 公关职务 这里面恶搞成分更多一些 反正是什么人都有 总之这个社会就是这个鸟样子 有好人也有坏人 出门在外不想出事的话 就得多动动脑子 不得不说 觉醒者正在快速的与这个社会融合着 这也是人类的特性之一 适应能力极强 如果适应能力不强 也做不到动物界的霸主位置 当然也有人提出质疑 觉醒者会不会危害社会稳定呢 论坛里也不是光说觉醒者好话的 有人曝光南美已经出现了觉醒者犯罪的现象 东南亚 欧洲 澳大利亚 许许多多的例子都在被当地媒体放大出来 只是这些在国内还真的比较少 不得不说 国内治安一直都是拿到全球比较 都能排进前十的神奇国度 哪怕是觉醒者出现以后也是如此 对此 吕树只能感慨 黑风一门真是厉害得很啊 维稳手段一流 话说黑风一门的部门名字到底叫什么呀 总不至于就叫有关部门吧 就在这时 吕树看到旁边隔着一条过道的一个女生 上着课 上着上着就哭了 哭得稀里哗啦的 埋着头 又不敢让老师看到 吕树瞅了一眼 嗨 原来是在偷偷地看言情小说 诶 吕树脑中忽然划过了一道闪电 他也看过一些小说 有些桥段真的很能恶心人 那自己是不是可以用写小说 来增加自己的负面情绪值呢 然而 吕树忽然有点蛋疼了 别看他分数一直很高 上次摸底考试甚至考了第一 但是他的作文分数一直是稳定的低 从来没有超常发挥过 这特么 吕树顿时有种发现宝山却无法截取的感觉 好气呀 这早知道以前多看看小说了 可是 大部分作家都是阅读量积累起来的 也许天马行空的脑洞是靠着天赋 但文笔文字却没法速成 文笔是什么 是辞早华丽的无以复加吗 不是 文笔是那种能够把心中世界 心中人物 心中剧情描写出来的能力 看似简单 其实很难 吕树虽然看过几本小说 可这十几年来别人忙着生活 他却是一直忙着生存呢 哪有功夫看那么多小说啊 一个曾经打工要忙到凌晨两点的学生 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优先时间去看小说呢 他看的更多的是一些新闻 看新闻的习惯 还是因为他不想与社会脱节 毕竟他以后迟早要自食其力的 踏入社会寻找工作 养家糊口 那时候身体虚弱的他 拼了命也要为他和吕小鱼的生活而奋斗 与其让他看本小说 不如让他睡一觉 吕树没有选择生活的权利 他没有物质基础啊 不得不说 这世上的事情 就是一饮一浊因果注定的 生活环境注定了吕树 现在即便是写小说 也未必有人看 写得太差了 没人看呀 负面情绪值这种东西 就是以人为本的 没人看 也就没有负面情绪值 不过吕树也不算太可惜 毕竟 他还有可爱的同学们 今天中午的时候 吕树倒是没有再端着臭豆腐去食堂 而是出校门 一路坐着公交车 跑到五公里以外的二手手机交易市场去 他要买一张新的电话卡 注册基金会论坛用的 这个二手手机交易市场 位于老洛城市中心 以前很繁华 现在却变成了一种低层次的商业聚集区 早前几年 还有人拿着包 在这里问路人 要片子不要 进口的片子 港台日韩的都有 现在这种人啊 已经被整顿眉影了 不过滋生了另一种生意 二手手机 办证 售卖他人丢失身份证 代办手机卡等等业务 这里没有监控 也没有人管理 就这么乱糟糟的 可吕树就喜欢这乱糟糟的环境 他带着自己外套上的兜帽 走在街上 随便找了一个流动摊贩 七十块钱 一张手机卡就到手了 当初他买这个手机的时候 也是二手的 现在手机卡 也是用别人的身份证办的 在基金会论坛万千人中 就算有人想找到他的真实身份 恐怕也很难了 回去的公交车上 吕树刷了一会论坛 他赫然看到一个帖子 这个楼主他有印象 就是那个卖韭菜的选手 楼主发帖 不仅韭菜卖出去了 连房子也高价卖出去了 李叔看得一愣 继续看内容 原来买家在拿到韭菜之后 表示不满足这些韭菜 所以就以高出市场房价 百分之三十的价格 买下了楼主在郊区的独栋住宅 说是要自己种韭菜吃 吕树看得是一脸懵逼啊 现在的人都这么尿性了嘛 买栋房子种韭菜吃 你呀是嫌自己钱多得慌吧 不对 吕树忽然又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如果说这世界上各个地方的风水都不尽相同 那么这个能种出特殊韭菜的独栋小院 会不会就是一个灵气充沛的福地呢 这样说的话 李叔立马就能理解了 对方买下这个地方 恐怕是为了修行进度吧 晚上道员班上课的时候 西非按照流程检查进度 刘李想要完成两个小周天的梦想已然破灭 所有白天修行的学生都发现 自己的修行速度远不如在自己家里那么快 就在此时 西非问到姜树一 姜树一平静地回答 进度 两个小周天 班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 姜树一不是B级资质吗 怎么可能直接修行了两个小周天 然而大家再看西非的表情 好像并没有多么惊讶一样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大王饶命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